入手一款正地原则的智能热焚枪 这些视频就把它拆解了 给大家看一看 它的设计理验,用料质量 以及生产工艺 到底怎么样 这是主机,风枪 电源模块 支架 这是风嘴 各种型号一共7个 通电,开机加热,放在支架上 带你模式开启,停止加热 把风料调到8,温度调到300度 我们来拆一个芯片 老式的6层条 从这上面拆一个6层颗粒 焊油不能少 先涂上焊油 风速调到8 温度调到300度 这是6层条上面的6层颗粒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6层颗粒 再拆一个小芯片 芯片旁边的贴片电容和电阻 接下来就拆解 一共4颗螺丝 无缩的小窝上气力量 120升每分钟 这是它的发热芯 发热芯采用两个卡卡连接 这样设计的 后期维护很方便 在发热芯的中间 也这个地方有一个温控 然后在手柄这个位置 有一个钢滑管 钢滑管磁力感应开关 这个钢滑管紧贴着外壳 而这个小支架 它两侧是有墙磁的 钢滑管的两个脚 连在主板上面 配合墙磁 它相当是一个开关 风枪放上去 它就断滑停止加热 看一下主板 这是一个小液晶屏 这是主控芯片 来自气横 CH571 这是运送放大器 8332 我觉得这个主板的做法 还是挺不错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电源模块 也是四颗螺丝 大家看 这个电源还是做得很好的 该有的元件和电路 这里面都有 电源从这里输入之后 保险 压面电竹 共不电感 按规电容 大绿部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边器 跨回复二极管 输出端绿部电容 绿部电感 然后从这里输出 给主板供电 这一路呢 220V交流电 通过这个可能规 从这两个线输出 给风枪上面的 电路式供电 也就是说这个电源模块 输出分为两组 一组是12V的直流 主板芯片供电 一组是220V交流电 给发热式供电 总体感觉不错 性价比很高 大家觉得呢